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六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社交移民能有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今天的对赛双方为正方圣马可中学 以及反方圣公会雷明才中学 现在让我介绍双方辩元 正方主辩李永延同学 第一副辩赛乐涛同学 第二副辩梁卓銘同学 杰双李天堯同学 反方主辩邮思惠同学 第一副辩钟卓瞳同学 第二副辩邻靖熙同学 杰双黄思彤同学 而若迪都很高兴邀请到三位评判为本场的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香港理工大学中文辩论队长陈卓瑶小姐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员方建军先生 廖宝山纪念书院中文辩论队教练曾施齐先生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每一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将会有一丁的提示 而我就会用人声资订一资订 而时刻就会有量资订的提示 超时15时就会有三个小时的提示 那么本人亦会采取改变园的发言 而详细的菜区才已经发布 给有更多人参与的学校 请问双方出没有问题 уш zwei分钟票 现在请警方主便发言 你用4分钟发言甚至准备就在眼镜点头示意 主席、评判、族族各位, 大家好, 现时WhatsApp、Facebook等社交媒体龙头 依靠庞大的拥户量而垄断市场, 做出霸权行为, 但拥户不愿意接受要求社交移民至其他社交媒体, 而制行龙头媒体。 而社交移民的目的有二, 一,令龙头社交媒体地位下降, 二,令本身知名度低的媒体地位上升。 在讨论变题之先,宣伟还要自眼落定义, 首先, 社交移民是指由用户由一个社交媒体转移至另一个社交媒体, 而霸权源于法家思想, 根据孟子公孙丑一篇指出, 霸权是指以脅迫的手段令人屈服。 因此, 行量变题的标准在于社交移民能否停止社交媒体的脅迫行为。 我方政立变题, 原因有二, 第一, 削弱市场地位, 收回无理要求。 作为社交媒体龙头, 坐拥大量用户, 一直以来的垄断地位令他们有词无恐, 因为就算提出无理要求, 用户都会吊单传收。 例如WhatsApp今年1月提出更新私隐条款, 要求用户同意资料与Facebook共享, 如果不同意, 你的账户将会被删除。 但事实上, 大量用户都不愿意接受无理要求, 所以选择移民至其他媒体。 印度调研机构Local Circles在2021年1月文条显示, 在WhatsApp要求用户更新私隐条款后, 24,000个受访者中就有15%表示停止使用WhatsApp, 并转移到其他社交媒体。 机构更进一步转息这个数据, 指出如果将研究结果套入印度4亿的WhatsApp用户上, 即是有6,000万人社交移民至其他社交媒体。 面对用户大量流失, 社交媒体唯有跪低收回无理要求, WhatsApp最终亦妥协, 将实施条款延期至5月, 并表明即使用户不同意, 都不会删除账户。 可见, 社交移民迫使媒体龙头让步, 有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第二, 提升服务质素, 防止资讯单一。 社交媒体的特色就是被用户畅所欲言, 代言胜任百花齐放, 但作为社交媒体龙头, 随着垄断地位越来越巩固, 近年开始出现言论审查。 在19年的11月, 大量帖文被Facebook下架, 原因只是因为帖文属于垃圾信息, 理据极为模糊。 今年2月,Facebook甚至禁止澳洲新闻媒体, 在旗下社交平台发布任何新闻内容。 可见, 社交媒体变相由用户自由选择浏览什么, 发表什么, 变成社交媒体帮你做选择, 服务质素大不如前。 而上述澳洲新闻被禁的事件, 激起许多用户不满, 爆发社交移民, 带量移民至MeWe, 因为MeWe正正就是标广没有广告, 不会过滤内容, 最终迫使Facebook跪下,收回禁令。 容许重新上架澳洲新闻。 可见, 面对社交移民, 龙头媒体会主动改善服务问题以挽留用户。 所以, 社交移民有效改善言论审查问题, 对抗媒体霸权。 总括而言, 社交移民可以令社交媒体收回无理要求, 以及改善服务质素, 从而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因此变题地应成立。 多谢各位。 正方主辨发言时间为4分07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反方主辨, 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点头示意。 主席评判, 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学说, WhatsApp将新的使用条款, 以及私隐政策延后, 已是一种对抗有效轮抗社交媒体的作用。 但是有方同学是不是延后了就等于是政策无影响呢? 个人资料是不是就可以被保障呢? 政策依然是无微取消到照样的执行。 没有影响到社交媒体霸权带来的果, 不符合我方的要求。 因此不是一种能够有效对抗社交媒体的方法。 要能够霸权必先了解霸权。 社交媒体本身只是由私人公司以虽然形式运行的资讯传播平台, 之所以可以成为影响全世界的霸权, 原因非常简单, 正如香港恒生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志杰所说, 这些平台的存在和服务已经变成大众的必需品。 社交媒体霸权掌控资讯传播,影响力无远不介, 公众固然会期望社交媒体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但是,社交媒体公司作为需业寄求更加希望利用用户的生物资讯, 分析他们的消费行为, 再以交易逃利。 社交媒体霸权在谋利过程, 有可能会侵犯用户私隐, 例如出售用户的个人资料, 或者打压言论自由, 例如限制用户发言等等。 而双方今天要判断社交移民有没有效率抗社交媒体霸权, 就要视乎能否针对霸权出现的问题, 也就是大众对于社交媒体的依赖, 和社交媒体对利用的追求, 或者是霸权出现之后的结果, 也就是侵犯用户私隐和打压言论自由。 如果社交移民能够做到医术的因或者果, 变体就应成立。 不过我方就见到社交移民并未做到医术的效果, 以下会从两方面做出分析, 首先在因的方面, 大众对于主流社交媒体的使用率非常高, 例如Facebook截至今年1月底就有27亿用户, WhatsApp就有20亿, 在今年年初的社交移民潮之后, Signal和Panagram这些新兴的社交媒体, 用户人数的确增加过千万, 但在主流社交媒体的用户人数, 不过1%。 而且这1%日, 你不愿意全部都会生产原有在Facebook和WhatsApp的帐号, 就连Signal创办人, 同时亦是WhatsApp支付的Brian Advin, 自己亦预计Signal只是提供你一种选择, 你用户以不同软件和不同对象通信, 证明社交移民并没有真正处理到用户对社交媒体的依赖, 其次是果的方面。 WhatsApp在今年年初宣布更新, 使用条款以及私隐政策, 要求用户准取把手机号码和联络人资料 去母公司Facebook以及旗下的惨犯分享, 否则就会在2月8日起不能够继续使用WhatsApp。 社交移民条出现后, WhatsApp逼过将这项政策压后至5月15日生效, 但这项影响用户私隐的政策并没有取消到, 将会继续促行。 在用15日之后, 不接受新条款的用户将会被限制大部分公立, 在几个星期之内更加会被抢销帐号, 从以上看到WhatsApp的政策不但没有因为用户离开而抢销, 更加选择主动力不接受新条款的用户离开, 霸卷造成的恶果并没有改变。 基于以上角点, 今天变成绝不成立, 多谢各位。 反方主便发言时间为3分59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反方主便提问。 发言时间为1分钟, 之后反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然后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 最后限时到达前15秒, 均会有一丁的提示, 到时候会有两丁的提示, 之后轮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便员发问, 由正方主便回答。 也请评判注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的分数。 现在先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发问。 有1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不好意思, 因为想问一下, 盛马可中学的收音是否刚才停止了? 谢谢大家。 请订阅中文字幕订阅邓逸、 准备。 可以。 嘅! 評判授 各位大家好 有方和我今天覺得很少人社交移民 所以無效對抗 因為引渡條件機構Logo Circles的文件顯示 WhatsApp更新了私人條件之後 有15%的用家會停止使用WhatsApp 如果真的好像有方說 會因為依賴性而轉去其他社交媒體 為什麼還會有15%引渡用家文件來說呢?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1分鐘的準備時間 不好意思 好 麻煩了 不要再說 好 麻煩了 我們 exception了 好 有人打開 快點 好 我們等我請問不要緊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主席評判組,各位大家好 很感謝友方同學的提問 你們只有15%的人移民 所以不能確保這個政策有效 而且我們WhatsApp也有21用戶移民了 所以你們的15%和你的20億 明顯是WhatsApp的移民人數更加多 所以這個社交媒體霸權的結果 都是不會被改變的 多謝各位 接著輪到反方提問 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變原作提問 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是米是米 可以 主席評判組,各位大家好 首先有方同學說到他們的標準是社交移民 可否令到那些問題迫協社交媒體 可以阻止他們打壓言論自由等等的問題 正如有方剛才主便都說過 現在WhatsApp只不過是延遲了 但是並沒有取消到那個政策 那怎算是成功迫協 又怎算是成功對抗呢 那是否不符合有方同學的標準呢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對抗呢 評論您吧 請問兩位 為一個要試協我 ない人 請問三位 請問三位 請問兩位 請問二位 請問三位 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主便回答 你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看鏡頭示意 我們有1分鐘的題目,但是它不在於有沒有取消條例 而是它又跪下它就有成效,因為它已經由以前你不簽 它就會立即取消你的帳戶,刪除你的帳戶 它們小部分的功能並沒有刪除帳戶 可以看到它已經有退步了,所以就可以對抗到有成效 台商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輪到正方第一副便,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看鏡頭示意 我們來看鏡頭示意 按照相關 我們去看鏡頭示意 我們去看鏡頭示意 這當然要是片鏡頭示意 我們先注意他 我們先到訪問 我們可以可以看到 我們先看鏡頭示意 我們先到訪問 我們先到訪問 因為有一個討論點 我們說只有一巴仙的人 由網絡移民到訊號 所以普遍是移民 現在就想問有何不可 究竟是反對社交移民 本質上無效對抗媒體法權 還是單單反對因為太前行社交移民 所以無效呢 所以想問有何不可 是否承認了不承用戶社交移民 一巴仿承用戶社交移民 就已經有效對抗社交移民 再者 又有何不可論點 何不可論點 何不可論點 現在只有一巴仙人的社交移民 所以少少 又說現在依賴性很高 所以不會有人轉去其他社交移民 但我們現在先看看工作 事實上 現在越來越多公司 會重新全體去進行社交移民 正如印度調研機構Local Circle的數據 有七成半公司從WhatsApp轉到其他媒體 並不會再使用WhatsApp的活動攻擊 下10例 印度大型私人 企業合合集團的董事長 曾經講到明 現在使用Signal代替WhatsApp 更叫公司大部分的高層轉容Signal 其次在憑會之間 只要一個朋友移民 其他人就會因為養群心理 以及為了要跟其他朋友聯絡 都會跟著那個朋友進行社交移民 看到可以構成電所效應 能否令到更加多人社交移民 所以來自成立的行論也不合理 其次看看行論點意 行論點意跟我們說 現在就算有社交移民之後 WhatsApp都一樣沒有注重到用戶的私人 但今天我方所見到 我方今天所講的跪低 只是說由他現在不接受條款 就會立即被刪除帳號 到現在就算不接受條款 都不會被刪除帳號 現在的電腦就是 WhatsApp已經無在刪除帳號 他們現在已經無在進行這些罷免的行為 所以他們已經被捉到罷免 因此WhatsApp無違規 所以我方已經成立了電腦區學位 定 正方第一負面發言時間為2分30秒 無消息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一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主席、評判、友方、友方、友方 大家好 首先回到友方一副的問題 他就問我們是本質上不同意社交媒體 社交移民是有效對抗 還是因為太少人所以無效呢 其實是根本社交移民這件事就很難實行 因為會有社交連結 就是令到他們繼續來WhatsApp 例如是老師、同學 就連是WhatsApp的創辦人 WhatsApp之父 Brian Atton 亦都是Signal的創辦人 亦都表示Signal只是提供另一個選擇 但其實根本就很難可以完全取代WhatsApp 或者是友方同學可否認證到 有多少人真的會成功移民到呢 另外有方同學又說 如果是有很多人可以移民的時候 是否就可以成功對抗呢 但首先請問友方同學 你們能不能說到 究竟是甚麼時候這些期望才會實現呢 又或者是有多大的機會會實現呢 友方同學是論證不到這件事的 那我怎樣是論證到這些未實現 或者是實現不到的期望 是可以有效對抗呢 另外呢 剛才在台上發問環節呢 友方就問友方 現在WhatsApp延遲了又怎樣算是可以有效對抗呢 友方同學就答 現在WhatsApp只是限制了少部份的功能 其實友方同學已經退了 WhatsApp現在只是暫時少部份 但是如果用戶是不同意條款 或者其實是要逐漸減少他們的功能 其實是等於直接刪除的 另外呢 Facebook的公關也都說 向子公司過去幾個月 已經有向更新全球用戶提升更多的資料 而期間大部分的用戶都是同意條款的內容 而且用戶是持續增長的 友方同學所說的對抗又如何對抗呢 而且又如何看到有更加少的人 他真的有刪除WhatsApp這個帳號呢 友方同學又提到 要可以轉去MIV那些 那些新的程式 但是其實 那些新的程式 都難保他將來是不會改變的 新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陳志杰就說 即使用戶是轉去全新的平台 也都難保全新的平台未來會改變政策 如果當那個平台用戶量是越來越龐大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被人收購 所以 例如WhatsApp他曾經也說過 承諾過是會保護用戶的私隱 但是在2014年被Facebook以添價收購之後 他就 改變政策 請問友方同學如何確保 所謂的Miri Signal將來不會變呢? 多謝各位 反方第一副便發言時間為3分09秒 無超時無出扣分 接著是政方第二副便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叮 謝謝評判同學各位 大家好 其實今天友方的智商難問 一方面說沒有寫交易門這件事實現 另一方面呢 友方只是提出數據 有人已經寫交易門了 而我方已經指出 Local Circle的調查顯示 有一成的印度用戶已經長期寫交易門了 那在友方和我的眼中 究竟寫交易門這件事實現 還是未成功了呢? 今天我們可以從裡面 是兩個重要的電影去拆解 第一就是有效對抗 今天友方和我一直提到 WhatsApp沒有撤回他們的措施 不過我們要看看 WhatsApp其實已經跪了低了 正如我跟主件和一副所說 它已經令到 如果你不接受條件的話 你的帳戶不會跪低 而且是友方和我講 你1%已經令到WhatsApp不會再做這件事 其實如果在友方和我講 這麼小的數字 已經可以令到社交媒體 去作出一個樣貌的話 如果去到我方所講 更加多人的時候 不會有成功 按照這個浪漆就會更加突然張顯 友方和我講 社交媒體會繼續霸權 因為不夠人 不過其實如果社交媒體繼續霸權的話 就已經不可能可以挽回社交移民的客戶 為什麼呢 那些人就是因為 不可以社交媒體的霸權 所以他們才會社交移民 再者 如果社交媒體繼續霸權的話 只會令到更加多不可以霸權的客戶 離開這個社交媒體 令到這個社交媒體蒙受更大的損失 所以其實友方講的長遠無限 他們會繼續霸權 那個機會是非常小的 所以不會成立 友方和我又展出社交移民 第三個重點就是社交移民 我方一副剛剛已經問了友方 五十八成的時候 會不會更加有成效 友方保護集中 友方同學其實今天我們討論的是 社交移民原則上有沒有問題 友方同學避了這個問題 而且很難實行 還有有依賴性 其實如果很難實行和依賴性的話 最終引致結果都是很少人問的 其實就是認同了我方一副所說的 其實我方都明白社交移民的人數不太多 不過我方剛剛都說了 如果引致一定的成效 長遠來看要有更加大的成效 那有可能還 為什麼又會沒有 我方又說社交移民的成本高 不過其實我方一副已經說了 有很多公司已經開始移民 而且有七成的 任道公司剛剛引動老公商 來的調查 已經準備由WhatsApp 轉向其他社交媒體的時候 有方又沒有回應到 究竟有方還覺得 社交移民的成本很高呢 多謝各位 所以今天的議題是絕對成立 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副片發言時間為2分57秒 無超時無需求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副片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鏡頭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評判作主席 各位大家好 社交媒體霸權不單只會打壓言論自由 連言論相對自由的社交媒體都會被霸權打壓 例如Paul 他是2018年上線的社交媒體 運作方式就像Twitter 指控者大部份是美國保守派的人士 他們會在平台發表他們的政見 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 由於主流社群 好像Facebook、Twitter等等 紛紛加強他們的社交內容管制 因此令到很多不滿意這個舉動的保守派人士 紛紛下載Paul Paul的使用者更加高峰時期突破了1000萬 而今年1月 Google、Apple各自都覺得Paul 是一個武力管制社交內容的平台 宣佈將Paul在App Store下架 紐約時報指出 Paul被封殺的問題已經成為了言論自由議題的最新 挑戰 因比起Facebook、Twitter封鎖訊號 蘋果、Google和亞馬遜的舉動 更加靠近新方言論自由的紅線 這樣我們也看得出 社交移民族之後 不單止還有用戶被霸權 還有整個社交媒體下架 Paul是這些社交媒體中比較自由的一個 還在高峰時期下載者超過1000萬 這1000萬的新移民 以為可以在新移民的社交媒體得到他們想應的言論自由 但現在整個社交媒體就被封殺下架 這樣等同於封殺了大家的言論自由 所以社交移民之後 不單止還有用戶被霸權 還有整個社交媒體被封殺下架 霸權的惡劃沒有改善之餘 還被滿佳例 有個同學希望實行社交移民 控制霸權 但其實社交移民的成本是非常之高 不是全部用戶都想移民 首先因為你要移民 所以等於刪除WhatsApp 但不一定全部人都會刪除WhatsApp 跟著你移民 所以有人是不會移民的 但那些有可能是老師朋友 有些老師會在WhatsApp發放功課和資料 而現在你轉了去用Signal 那你是不是什麼都看不到 有些朋友是不會跟著你移民 朋友之間正常都一起聊天問功課 移民之後搞到斷路親 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社交 相反如果一直使用WhatsApp 不單止不用斷路親 還可以有人與人之間的網上社交活動 即使轉了另一個社交媒體 那個社交媒體也有可能 成為另一個被霸權的社交媒體 請問日方同學 你們有沒有資料 證明WhatsApp用戶是願意移民呢? 就算移民之後 WhatsApp有沒有認錯? 有方同學在未來有很多人移民 對抗社交移民的霸權 但是有方同學 又說不說到什麼時候 這些期望才會實現呢? 有沒有幾大機會才會實現呢? 有方同學是論證不到這件事的 又如何論證到未實現 或者實現不到的期望 可以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呢? 謝謝各位 反方以赴發言時間為2分48秒 沒有消息,不需求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的發問 先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變員發問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主持聽得清楚 如果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 專門護照網頁 1月16日表示 開始 WhatsApp會作出帳簿 由一開始不同意 條款就會取消帳戶 到現在跪下 依靜無論如何都不會取消帳戶 可以見到一個百分比的人疑問 已經逐而令WhatsApp跪下 想問郵方是否這麼多不掉有效 謝謝各位 展方現在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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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是他們才是智商貌騰的 他們開面一出來就說要完全停止用WhatsApp 和Facebook這類的社交媒體 才可以削弱他們的市場地位 才可以令他們不可以壟斷 但轉頭他們又說 其實WhatsApp有跪下的 是有延期去同意那個條款 不同意都不會直接刪除了的帳號 但其實我就想問 究竟是應該要完全停止用WhatsApp和Facebook 這類的社交媒體 才算是成功去對抗法權 還是可以同時使用幾個社交媒體呢?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要先休息了 今天這個手段 你會被打算 做好嗎? 我還是沒有進行 推出俺會被打算 這 meg試圖 你一定會選擇 既然 eleg一點 為何要改道了 我選擇 列領可選擇 連江子 你以為 你 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見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CE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然後請正方派出第二條台下發問,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示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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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聽得清楚,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CE 可以 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一方跟我自相矛盾 一方面說WhatsApp、Facebook使用量非常高 使用Signal等媒體只有百分之一 即是覺得很少人會社交移民 但另一方面,一副又說,當用戶大增 新興媒體會被收購 但當被收購的前提,應該有很多人移民 新聞友光,在你的立場下,現在有很多人去社交移民 還是很少人去移民呢?多謝各位 現在還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是 舊後 我們應該會再次幫忙 這個 你在為了 你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反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邊緣回答 有1分鐘的發現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CV 可以 叮! 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回答好多謝有方同學的問題 其實我們是沒有自信矛盾的,現在其實有很多人是同時用信號和WhatsApp 就是因為不想發生一個斷錄親的情況 因為有很多人就是不移民去信號,而有很多人都是接受了條款並留在WhatsApp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是同時用信號和WhatsApp 從而導致有可能信號很多人增加,WhatsApp也有很多人維持在很多人的情況 所以我們是沒有自信矛盾的,多謝各位 接著請反方派出第二位台下發問,請你開啟鏡頭 有1分鐘的發現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CV CV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丁 丁 丁 主席聽得清楚,大家好 有一方同學的標準是暫時停止論壇行為,就等於有效對抗 我方想問一下有方同學,是不是只需要停止一個社交媒體的論壇行為,就等於成功對抗呢? 謝謝各位 現在進入1分鐘的準備時間 今天進入1分鐘 的時間 我們可以永遠去渡路 先進入1分鐘 去約幫忙 人 其他,還是電到1分鐘 所以來練習 與社交媒體的程度 總之 我們先進入1分鐘 通過 發抗 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邊緣 還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我請向鏡頭示意 表力聽得清楚 各位大家好 有一個跟我們說要對抗社交媒體的霸權 就要令到它不再壟斷 不過如果令到它不再壟斷只是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若然要打破壟斷就要令到飛鋒失落的話 當然可以令到所有霸權的銀行消失 不過其實我方常常要打破壟斷是有效對抗的方法 不過不是唯一的方法 因為霸權的定義是用鐵壁的手段去令人挫迫 所以其實我方只能證明何方的社交媒體 能夠令到社交媒體不再用鐵壁的手段令人挫迫 就已經可以能夠做到這句話 台下發問環節結束 現在進入結辯環節 雙方結辯有1分鐘時間準備 準備時間開始 多謝 準備時間結束,先由反方結變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首先想和友方說,想重新一下,友方從來沒有回應過友方的問題 友方一直在問,友方有沒有資料證明這些WhatsApp的使用者,15%離開是真的影響到WhatsApp的無公司 或者是他的運營方是可以去收回他的政策,或者是對這個,他真的去收回這個私隱條例呢 另外,友方同學一直都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時又說WhatsApp是一個可以削弱的對象 他收回政策就是屈服了,但友方同學又說他沒有去… 但友方同學後面又說,他後面又改了口說其實他都可以… 其實他都是可以逐步改善的 事實上,其實事實上… 看看這個變題,其實想想他就會發現,其實現在的社交移民和我們真正的移民真的很相似 他都是由一個有霸權的地方移到一個無霸權的地方,還要看起來好像無霸權的地方 然後在那裏安心地繼續去生活,去發展他的習慣 但事實上,這個霸權有沒有得到對抗呢?是沒有的 那他的霸權都在,他都沒有被人阻止到,他都沒有被人阻止到,他都不會因此去改善 其實現在的社交移民正在逃避這個問題,他都沒有解決,他都沒有對抗這個問題 事實上,但是這些用戶的離開不單除了他正在逃避問題,他是不會令這個社交媒體霸權去收回他的政策 不會因為有幾個用戶的離開,他就會覺得好像錯了,我要改善 其實有方同學的標準跟有方是很類似的,有方同學都是想解決這些社交媒體霸權所帶來的果 跟有方同學的標準是一樣的,但是有方同學的論點顯得有點不合理 首先有方同學就說社交移民是由一個社交媒體轉向另一個,就可以削弱他本身有霸權的社交媒體的市場影響力 就算是有效對抗了,但是有方同學他又診證不了多少人是已經完全移了去另外一個社交媒體 不是還保留著他的帳號,繼續被他們,繼續被這些社交媒體霸權去侵犯他們的私隱,去剝削他們的言論自由 事實上其實大部份用戶都做不到完全的移民,因為他們在本地已經依賴了社交媒體 他們在那個社交媒體有很多社交連接,就像我這樣,我在一個常用的社交連接裡面 我有我全部的老師,朋友,親戚,同學,他們都在,我不可以為了逃避這個問題 我又完全自意他,所以可見是對抗不了的 另外,有方同學又說是社交言謀可以逼到社交媒體的霸權去提供服務促數 就算有效,但是這些東西,但他們又論證不到 是不是真的可以提供了,是不是真的有人已經是屈服了 另外這些服務,他們又說不到,是不是長久了 可能是現在暫時給一些甜桌,你現在又收回呢 可見今天變題已經不成立了,各位 反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04秒,無超時無需扣分 最後由正方結辯總結,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鏡頭示意 現在是否準備好了 可以 叮 這幾年都會出現和一位創辦人打得真 當初阿特正通其他人的貫通創納WhatsApp的時候 我根本從來都沒有想過WhatsApp現在會成為社交媒體的居首 阿特正能力應做響其醒,但為什麽它會寧願放棄公投的利用 在WhatsApp最混亂的時候選擇去創納成果呢? 同樣的題目是,為什麽會明顯會諸多不變 都寧願選擇放棄多年使用WhatsApp去轉用程度呢? 現在很簡單 在黑鎮情願撞短一點,用戶情願麻煩一點 都不願意用合體WhatsApp的霸權之下 所以大家都選擇要離開去表達不論 以及對抗霸權的決心 中文全場,今天雙方有四大戰場 第一,WhatsApp大權行為 其方都說社交移民補達成功 又說也只有1%的電子息用 其實我看見很多有舉出印度的數據 對面真的有很多人去做法 即使游方覺得連人數少都好 現場期限和暫停障礙都已經是獲得為低的行為 而這些社交移民是有出現到 並且有對抗的大權 第二,依賴 有方法用戶對原用的媒體有依賴 所以仍然會繼續使用 萬全媒體 因此不能夠有效追趕 但我方一口都指出 堅持目的感 公司帶領原本轉用新興媒體 同樣在朋友之間 只要有人曾用其他媒體 其他朋友為了保持聯絡都會一起轉用 方面社交移民是一個連鎖反應 一個人轉只會令更多人一起轉用 充滿對抗法權的媒體 第三,本質 其實今天有方說 主要用其他媒體的更多量和主流多 雖然之前有方覺得平民人數太少 但有方從來沒有正義反對 社交移民的本質只是難 所以有方暗地都知道 只要差別社交移民的人數夠多 便可以有效對抗法權 第四,自相矛盾 今天有方由主要開始 其實已經自相矛盾 一開始跟我們說 沒有人社交移民 即是以前跟我們說 新興媒體會造成家權 而之前有方說 前後矛盾 一開始跟我們說 沒有議論 其他人跟我們說 會造成一個關決 雲工意見 其實社交移民改變了社交媒體市場的大格局 希望社交媒體在發權之下 由社交媒體決定要滿足中國野之心 發權向人上而下 而私家在我們身上 但社交移民正正將我們身上對調 我們可以透過移民 去其他社交媒體 透黑而相決 去發權 我們不需要再任人宰割 面對不公 無需再打印 面對迫迫 無需再妥協 面對發權 無需再沉默 即社交移民 去為日經白色 背開 即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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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結變發言時間為 3分23秒 無超時 無需扣分 比賽告一段落 現在將會留些時間 給評判去整理分數 亦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 是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 三位表現較佳的辯員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得20分 剩下一位得10分 會嗎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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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评判的分数都整理得差不多了 现在先请三位评判分别逐个为本场赛事的表现给一些评语 首先有请香港理工大学中文辩论队队长陈卓妖小姐就着双方的表现给一些评语 请问听不听到? 首先谢谢赛会邀请我来做这次的评判 我觉得这次双方的主线建立上都差不多 但我觉得先给正方一点的意见 其实可能去到负面或者后面已经脱了一点 你们本身要不要脅迫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再提醒为什么那些行为 例如你讲的那个WhatsApp有没有跪下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可以套用有没有帖壁这些词语 就可以去连结你主变所开出来的准则 反而在这方面我觉得反方是做得比较好的 因为其实反方去后面几位辩联 其实他也有说回主变所开出来的东西 也有用尽去主变所开出来的战场 我觉得这方面正方也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我觉得正方也有一个位置可以做好一点 就是那些数据上的运用 包括就是听了整一场其实都是那个印度的数据 其实也有少少运动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找到其他不同的数据 或者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做的调查是可以套用到 而且有几个位置都是没有一些数据去证明的 例如你说那个连锁效应 就好像很空泛 我听到就是说你会有洋裑心理 但是为什么必然是这样 还有就是你说将来有可能会有很多人疑问 但是有一个数据是说未来的趋势呢 这个就是我觉得正方可以做好一点的地方 还有我觉得正方是可以 正方我觉得做得好的位置就是 但是其实有些反驳是可以的 例如说这个是说 是不是多人就等于有效对抗 就是是不是多人就等于是正立了变题 就是这个是正方一副所说的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挺好的 但是到后面如果你是被人问数据 但是你都答不出的话 那就会变成了就是有个问题 而我觉得正方还有一个位置是做得好 而反方都可以参考的就是正方的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就是一块一块 或者就是会有些可能第一第二 这些的前缘出现 而反方就好像比较散乱 所以我觉得反方在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反方我就觉得强一点的位置就是可能 有些可能的反驳和你们对正方的质疑 例如数据上 你们也有问很多就是 为什么必然是这样 或者有没有数据去显示 我觉得这些是做得好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就是可能接变或者第二副变你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要可能告诉评判 或者告诉大家 其实有方已经答不了了 去疏离回来 其实有方根本就论证不了他 有些需要论证的东西 还有还有一个位置就是 反方主变和第一条图上发问 其实也离开了很多就是 WhatsApp是否延后了 就等于跪下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反方可能 因为你的主变稿 你的论点上已经有这些东西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抽出来 即是订阅有方所说的例子 在打高上面可能可以打一些新的东西 例如说一些定义上的东西 例如正方就说 正方就说想收回那些无理要求 就是论点上所说的 你就可以问他究竟什么才是无理要求 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 谢谢 谢谢 多谢评判的评语 接下来有请香港济会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员方建军先生 为双方表演给一些评语 好 谢谢 我想请问大家听不听到呢 简单说几点 首先第一个战场呢 究竟社交移民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做社交移民呢 我想这一个是 我想在正反双方存了一个分歧 正方觉得一个霸权的威胁就是 他纯粹不做一些行为 不用他的能力 他的地位 去威逼他的使用者 去接受一些不合理的行为 这个就是正方的标准 反方的标准就是 要整个有效的对抗霸权呢 他的标准就是 可能不用他 或者他直接是转去用其他一样东西 让他有一个对抗 或者有一个市场的竞争 这是反方希望想做到的东西 但是基于这两个问题之下 社交移民 是不是真的可以达成这个果效呢 这一点我觉得 大家去到后场会比较 就是大家都好像有说过 有提到 有希望可以做到符合到 但是去到后场 实际上就没有好点实际去回应 各自的目的和手段 究竟是否相符 就是没有大家没有贴入去对方 去说究竟是否真的做到 你只是一句 是假的回应 就是有方向他希望这样做 但实际上就做不到 然后说回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位置上 略言比较可惜 要问一条问题 这条问题 最核心 就是再来一个层次 就是究竟 霸权体制之下 本身有没有问题呢 正方会说是一个行为 反方会说是整个集团 那究竟 如果我作为一个评判 我应该要相信 哪个究竟是纯粹一个行为 还是一个 整个集团本质上就已经有问题呢 所以在本质上 正方的本质上 其实我相信 比较认同 正方多一点 因为 一个大集团都可以做好事 大集团都可以做好事 就算它是有 不用正方 用霸权的字 就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公司 其实它都可以不弃压 或者不用威逼的手段 这个我会倾向相信正方多一点 但是反方你要说清楚 就是为什么一个大集团 或者你所谓的霸权 就会倾向出现了这种威逼的模式 或者到现在都没有解释到 我觉得这一点 大家要想多一点 究竟目标或者目的和手段 到最后的结果是否相同 牵涉到另一方面 今天正方很强调的就是 从本质上 移民是否有效 是否一多人就有效 其实这个位置 正方它没有尝试 就是尝试它没有尝试论证 就是尝试说 1%也有效 15%也有效 5成人 8成人 可能更加之有效 它没有尝试多人的时候 可以解决 就是可以真正做到这些问题 反方又尝试去挑战它 但是我觉得挑战得不够入肉 最大的 我觉得在数据上面 大家可以留意一点 就是 反方 sorry 正方今天很常使用 就是印度的数据 印度有几个公司 会一起用WhatsApp 转用信号 印度有15% 即大约6千万的人口 会转用信号 听到的数字很棒 但是 重点是在于印度 那对于全球呢 对于全球的人数来说 Facebook用户 活跃人数 27亿大约 对它来说 是不是真的有用户呢 是吧 甚至乎 不看那么远 看香港 香港的本地究竟有多少呢 我觉得在数据上面 大家可以多讲一些 全面多一些 究竟第一 活跃人数是多少 第二 大家会很执着于 现有那班人 正在用那班人 是吧 如果大家讲到那么多的问题 譬如说 如果正方说 其实它都跪下了 都没事了 都没事没干了 都好好的了 咦 那如果会不会看上 一个新增的人数呢 即是新下载人数呢 其实如果看上 新下载人数的话 其实你的说服力会更加强 因为Facebook和WhatsApp的 新下载人数 都是多的 庞大的数量 反过来看 反方同样完善 反方就是说 就算它不跪下又如何 数量上仍然很多 所以一个新的数据就是 告诉大家 如果用下载人数 即是潜在客户 这班潜在客户 究竟会不会再下载呢 就是这班潜在客户 对于WhatsApp 对于Facebook的立场 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 我觉得呢 除了用 本身已经用着的 就可以用未用的 去进行一个比较 让大家可以讨论多一点 那 我觉得呢 今场的负辨上面 纯粹是进行 即是回应上面 和延伸上面 纯粹是 比较 即是没有什么去尝试 真正去回应 对面的论点 譬如说 今天正方的论点二 是说的 那个贴文上面 会不会被过滤 那我觉得呢 去到后场是尝试的 而 反方在这点上面 都没有回应 所以呢 两边上面 都没有怎么说好 加减分 而去到反方上面 今天他会尝试用因 和果 即是去进行 他的论点的铺牌 而 因上面 他说使用得高 说会有朋友去用 连结去用 对吧 小心这个位置 因为朋友 用 对吧 大家朋友用羊群 正方可以说 喂 一个朋友转了 那大家都跟着转 反方你同样 这个论点 这个论调 其实正法可以使用 所以呢 今天正方 没有挑出来打 但是呢 当然 不代表你会失分 就是我这样说 正方没有挑出来打 不代表你会失分 那正方也都没有得分 但是这个位置要小心 就是这样 那么 从第二个论点 是果上面 究竟那个私隐条款 改变了 是吧 正方会说 今天他跪下了 都不会掉他的帳户 但是这个限制 它是 看回最新的情报 好像说 好像是 它会慢慢削减你的使用功能 到最后真的可能会停的 只不过是由一个 判断 变成一个漸进值 所以呢 这个是不是到最后 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做呢 我期望 可能反方在这方面 回应上面可以多些 最后一件事 究竟就是 一个社交媒体的霸权究竟是什么 我自己都有准备一些出来 如果是 大家可以找 大家有提过的就是收购的问题 是吧 正方在台下发明的时候 会有回应到收购 反方的主论有论证过 如果看收购的话 其实发现的就是 WhatsApp、Facebook、IG和FacebookMessage 大家都是同一个集团的体系 就是Facebook集团体系 而这四大的社交媒体 都是占了全球总用量的头五位 其中十四位 如果 如果在反方的角度来看 既然Facebook占了一个垄断性的地位 头四个都在用它的话 其中一个是少少有什么所谓呢 是吧 甚至乎可能从正方的角度来看 会不会有其他兴起的情况出现呢 比如说 Twitter、MeV 甚至乎可能Signal 它现在慢慢不断地上升 究竟它即使 你说 可能有少少影响 就是反方的影响 但是实际上 原来都已经 对它来说 无论在广告收益 或者可能在营商上面 或者其他的客户上面 都已经会受到影响了 我觉得这一点 可以在正方上面 去延伸多一点 或者补充多一点 还有我觉得例子上 今天大家很喜欢集中在 Facebook MeV WhatsApp Signal 但是其实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可能在 Twitter Youtube 等等 黄标 都是一个例子 我觉得可以在例子上 可以帮扶多一点 分解 好 少许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评判的评语 最后有请了寶山紀念书院 中文辩论队教练 曾思齐先生 谢谢 各位听不听 首先很感谢赛会邀请我来做敌判 刚才两位敌判都提及了一些 雙方虽然有很多的论点 大家都有所冲突 例如WhatsApp到底是不能叫做跪低了 跪低了是否这样叫做有效 推辞了是否叫做有效 我觉得如果对面不回应你 你是完全可以说 如果正方你们问 因为他有逼你删除你的账号 变成没有删除你的账号 那就有为之有效 如果对面不回应你 你这样一个论证是好一点的 譬如反复也是这样说的 但是如果对面也有去 尝试在这个位置反复的时候 其望双方可能要论证更加多的就是 为什么他由删除你的账户 变成不删除你的账户 就为之有效 又或者是一定是要是 使用者的条款 是要有一个什么改变 或者是要怎样的改变 才为之有效 我希望双方可以论证更加多 而不是就这样说 WhatsApp到底这个行为 是为之跪低了 还是否跪低呢 要不要去讨论呢 其实我会看到 譬如在公殿的时候 大家已经可以开始 sorry 在台上发文的时候 已经可以继续 看到双方是可以捉得到这个地方 到底WhatsApp是否跪低呢 但其实去到很后场 大家都是没有办法 可以有一个清倒的一个战场 就是到底是为之有效 还是无效 原因我也很大程度 就是因为双方就是 陈述了自己的论点 但是就没有很多的力气 在论证的一个部阂上面 这个就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一个组织上面的问题 其实正方的组织是比较好一点的 但其实也不是一个很优秀的结构组织 反方就更加 例如我想说一个 比较… 我听到… 反方异负的比较 因为他一开始 他就出来说一个资料 和说很难的 其实我一开始 他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就是去到后来 是要评判慢慢去认识你说什么 我譬如说 在组织结构上面 就可以先有一个论点 再论证 最后才给这个论句 我觉得作为 可能他对赛双方 或者是评判也好 其实是会听得舒服很多的 我就不需要去估计 到底出这个论 做什么 或者是要去再认识你的位 我觉得这些地方 都是双方值得去注意的 还有最后的地方 其实这一场 偶尔是会听到有英文 不知道双方 对赛双方 是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双方 和主席有没有提出 我也没有在这个分数上 做任何的调整 我就在这里做一个声证 但是其实我自己 本身是听到有英文 但是也没有伸索 我就没有再做任何的调整 好,感谢双方 谢谢评判的评语 其实先解释一下 因为赛会之前 赛前也有说过 因为今场可能比较多 一些社交媒体的名字 或者理论 或者人名 所以这一类型的谎语 都是被允许的 谢谢评判 不如我这样说清楚一点 除了譬如 我是在前场 A46 听到有% 或者是结变 或者是要听到 D-WhatsApp 其实这些都是 不是WhatsApp 或者Facebook 或者Signal 其实纯粹是% D-什么 这些都是 英文上 不是社交到底的英文名字 是,明白的 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应该就要扣分 刚才可能因为我的疏忽 所以没有及时提出这个问题 非常之不好意思 想问一下 如果是的话 可能分数上面 会有所调整的 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出现 因为今场比赛是有录影 可以看回录 想问一下评判 刚才听到哪几个位置 有出现外遇的情况呢? 第一个%我已经不太记得 好像是台上问答的正方 我不知道是正方还是反方 是答的那位同学 是用了% 而不是百分之多 而D-WhatsApp 或者D-WhatsApp 就是反方的欠缴 第一个%我不肯定 但反方欠缴 我总是抄下 大家可以看回录迹 明白的 如果是这样 可能我们要看回录迹 再处理分数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要 BrylEn 现在还没有输到 sahib 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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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